看到以后到台北车站会发现 跟大家印象当中不太一样了 因为陪伴大家20年的售票口票庭 已经要结束了 即将会在西侧重新开张 原本12个售票窗口将减为11个 那么中岛售票口要走入历史 旧的售票处将会在拆除之后 改建为是展演的广场 台北车站售票处正式熄灯 这个营业20年的售票口 环绕车站中阳大厅四面八方 海铁局宣布走入历史 旧有的售票处移到大厅西侧 重新开张 提到敏感在最后一天拍照留念 我们就是知道说 这个售票口是今天是最后一次使用 明天开始就是要使用新的那个售票口了 后面有点省 当然会啊 因为毕竟已经看了它那么多年了 原来12个售票口减为11个 台北车站四个字 也采用知名书法家董阳兹的莫保 这的中岛售票口也将改建为展演厅 而这一盏盏的日光灯 20年从未熄灭 这一刻也将首度关闭 不过新测窗口上刚好有消防设备 旅客在窗口下抬头看 翻转式时刻表 视线被挡到 必须推到8公尺外才看了清楚 对此台铁强调一定会改善 窗口前面会在各装一台 19寸的列车资讯系统 施工围篱还没拆完 员工和工人加紧脚步 确保新的售票窗口能正常营运 一起见证这新旧交地的历史一刻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